测试完了,我们有非常多的 我们测试完了,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会放在我的官网上面 如果你想要看详细自己比对的话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测试完毕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 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慢慢的比对 我们现在就... 所有的光谱仪资料我会放在我的官网上面 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慢慢比对 我会把它放在下方链接,有兴趣自己比对 所有资料,所有刚刚... 刚刚所有测试的资料我会放在我的官方网站上面 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慢慢比对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做个结论吧 这个Rawway就是更亮,更准,更轻,更快 还有更便宜,十倍的便宜 整个就是这个比较好 你为什么会买Aputure呢? 我就是不知道,整个就是都比较好 它唯一的致命伤就是它的风扇有点大声 就这样,所以你如果距离稍微远一点 你没有把这盏灯踢在你脸旁边收音的话 根本没有关系 那我们的测试,测试每一盏灯 那我们这两盏灯在测试之前都热了 这两盏灯在测试之前,我们至少都热灯了五分钟 然后我把我们的距离设定 那我们把我们的距离设在我们的灯头到光谱仪的距离是 那我们测试距离 那我们测试的距离是灯头到我们光谱仪的距离是一公尺 所以我们光谱仪测出来的数据结果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 像是我们这一盏 虽然它的瓦数稍微大了一点点 是350W跟Aputure是300W 但是我们多了16%的电量,就多用16%的瓦数 我们亮了27% 所以这个发光效率是好了一些些 就是比起Aputure 如果这个100%的话 这个可以多了27%的亮度 那么光谱 我们整个光谱的波形呢 我们整个光谱的波形几乎两盏灯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SSI就是我们看 那么光谱的波形呢 其实真的是 那么我们光谱的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就是我们的光谱相似程度呢 我们的光谱的相似程度高达了97% 就是97% 那么光谱的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就是光谱的相似程度高达了97% 就是两盏灯只差了3%的波形形状 所以差了10倍价格 所以差了10倍价格 然后波形差了3% 什么亏 那我们的波形 那我们的光谱波形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达到了97% 97 那么这两盏灯的光谱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就是我们的光谱相似程度高达了97% 就是这两盏灯只差了3% 就差了3% 然后价格差了10倍 哇 那这两盏灯的光谱波形几乎一 那这两盏灯的光谱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就是光谱的相似程度高达了97% 就两盏灯只差了3% 而且这个还比较好 也不是这个比较好 那这两盏灯的光谱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就是我们的光谱相似程度 那我们这两盏灯的光谱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光谱 我们这两盏灯的光谱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 我们的光谱 这两盏灯的光谱波形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SSI就是我们的光谱相似程度高达了97% 所以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 那色彩 那我们的色温浮动的话 那我们的色温浮动的话 当然是越低越好 我们这一盏Roway从最低亮度到最高亮度 我们的浮动只有正负50% 就是最高跟最低差了100的概念 100K的概念 那这一盏Aperture呢 它的色温浮动稍微大了一点点 正负73% 就是差不多正负 就是最高跟最低差了146左右 所以这一盏Roway 色彩又更 所以这一盏Roway 它的色彩就 所以这一盏Roway 它的色彩就会稍微稳定一些 比起这个Aperture 它的浮动可能稍微大了一点点 所以这一盏Roway它的色彩稳定程度 稍微比这个Aperture 好了一点点 就微乎其微的差一点点 但是就是更稳了一些些 那我发现这一盏Roway 它整体的色温都比较偏蓝 就是比较5700到5800之间 就是比较蓝一点点 那这一个Aperture 它差不多在5600 有可能到5700 所以它稍微是黄了一点点 但也是微乎其微啦 就是看个人喜好 也不是看个人喜好 就是看你的 对呀 就看个人喜好 那我发现这一盏Roway 它整体的色温都稍微拼高了一点点 就比较蓝了一点点 但也没有到差很多 那我发现这一盏Roway 它整体的色温都稍微偏蓝了一点点 就是5700到5800 那这一盏Roway 它其实稍微低了一点点 所以颜色暖了一些些 5600到5700之间 但微乎其微啦 就差那100K 用肉眼其实看不太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TM30 那我们看到TM30 就是我们的色彩准确程度 我们看到洋红 这两盏灯的洋红颜色 都一样有偏饱和的状况 那来到我们的TM30 我们的洋红 来到我们的TM30 这两盏灯都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洋红 就可能是肤色啊 那种粉嫩粉嫩的粉红 洋红的颜色 我们都偏饱和 而且我们也有一点点的色偏 可能就是想要让你的肤色 看起来更红润 看起来更漂亮而已啊 但是就是有色偏啊 没有在标准之上 没有在标准上面 就可能就是让你的 所以这两盏灯 可能就是想要让你的肤色 它看起来更红 更红润一点 所以这两盏灯 看起来就是想要 让你的肤色啊 看起来就是那种粉红血色 看起来更粉红 所以这两盏灯想要 所以这两盏灯 看起来就会 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更粉红 更红润 但是就是不是在标准上面 它就是有一点更饱和 但是有一点色偏的概念 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更好 所以是好是坏 就是看你要拍摄的主题啊 这两盏灯 就会让你的肤色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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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三盏灯 就是那种肤色看起来 就是那种肤色看起来